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黎明之城景洪 雨林春城猛海 茶马古道的源头猛辣 大美的仪式两线 构建了西双版纳的机体 当北方大地寒风呼啸 雾霾横行 飞雪飘零的时候 来自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的问候 温暖每个人的心房 站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 和健康生活目的地的高度 西双版纳正在从中国旅游名城 向世界旅游名城跨越 热带雨林 民族风情 边界风景 晴迁世界 打开西双版纳漫妙雨林之门 世界上最高的树 望天树 拔地朝天歌 气势撞山河 浩瀚的热带雨林里 望天树冠上的空中走廊 成就特色旅行的非凡体验 此外 植物园 森林公园 野巷谷 蒙远仙境 独树成林等特色景区景点 让人尽情感受绿色版纳的芬芳 雨林王国 动植物王国 药物王国 西双版纳的光环实在太多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 来自世界各国的人们 还亲切地称西双版纳为普尔茶王国 因为西双版纳是世界普尔茶的原产地 六大古茶山 大美无极 暗香浮动 打开西双版纳民族文化之门 漫天御花园和歹足园 是香甜的美酒 摇尽远方的朋友 漫天御花园内的 蓝沧江湄公河篝火晚会 演绎已将六国的无限风情 歹足园内的天天泼水节 点亮激情 传播快乐 除此之外 一个个特色民族村寨 诉说着美丽乡村的千古传奇 村村有佛寺 寺寺有佛塔 神秘的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 唤醒每个人的信仰原力 西双版纳用民族节庆文化 点燃全世界的热情 一年一度的歹立新年泼水夸欢节 让象征吉祥幸福的水花 泼进每个人的心扉 波动每个人的心弦 此外 带族的开门节和关门节 哈尼族的嘎唐帕节 吉诺族的打铁节 瑶族的瑶王节 每年都会在特定的日子里 精彩上演 打开西双版纳边境风情之门 摩罕 关类 打落三大国家一类口岸 彩绘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 三大口岸的联通 指日可待 抑郁的风情从边境袭来 多想跨出去 一步集成乡愁 打开西双版纳美丽江河之门 全世界都可以看到 宁动世界的蓝沧江 从关类口岸缓缓流出 成为享誉世界的湄公河 在蓝梅柳域 一个更加美丽的西双版纳 正在走向世界旅游名城的舞台 戴江南 戴勒金湾 一江两岸 磅礴大美 戴江水城 水上版纳 梦幻歹都 更有蓝沧江国际旅游度假区 以27公里的长度 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蓝梅中轴 天生贵地 六国中心 神奇美丽的西双版纳 一个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